小山羊带房子 小山羊是动物王国的游地园 每天徒步奔走到各个村庄之间 需要为很多的动物家庭传递书信 虽然很辛苦 但是小羊觉得挺快乐 他很喜欢这份工作 有一天 他在崎岖的山路上行走 不小心被一块石头绊倒了 他捡起这块绊倒塌的石头 发现这块石头的样子十分奇特 他左看右看 有些爱不释手了 小山羊把那块石头放进自己的油包里 送完信回到家里 他拿起这块石头 看了又看 突然产生一个念头 如果用这些美丽的石头建造一座城堡 那将是多么漂亮啊 从那以后 小山羊每天在送信的途中都会找到几块好看的石头 带回家收藏好了 不久 他便收集了一大堆 小山羊的举动让大家感到诧异 动物们看见他油包里塞了一块石头 都嘲笑 你在包里塞块破石头多重啊 每天来往送邮件已经很重很累了 为什么还要在油包里塞入沉变变的石头呢 小山羊却不理会这些 照样收集石头 谁也不知道 他的心里争着一个城堡梦 此后 小山羊再也没有过上一天清闲的日子 白天 他穿梭在各个村落送信 挑捡各种各样漂亮石头 晚上 他就在房前用收集的石头和房子 他按照自己天马行空的想象来构造自己的城堡 就这样 十年过去了 二十年过去了 大家惊奇地发现 在小山羊居住的地方 出现了许多错落有致造型各异的石头房子 附近的人都知道 有这样一个天真偏致坚持梦想的邮差 在这几十年来 在这几十年来一直在建造着属于自己的城堡 从不曾间断过 小山羊的石头城堡越来越有名气了 越来越多的动物前来观赏房屋 这里成了一处著名的景点 而捡石头盖房子的小山羊 现在已经成了一名著名的房屋设计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